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对于以奥运冠军成员为搬抵着这支中国女排 中国台北对主帅姚承山给予很高评价 中国女排身材高大 是世界上最强的一支队伍 我们奋力去打这一场球 当然差距是很明显的 他们扣球像轰炸机一样轰炸下来 这是我们抵挡不住的 我们的队员虽然很努力 但是根本拦不下来 他说 对阵中国台北 中国队球员曾吹泪佐在比赛中进攻 新华设计者杜宇设中国女排 也给中国台北队自由人 杨梦华留下了深深的印象 中国队每个球员都很优秀 从他们热身时就看出来 他们的一致性非常好 比赛中能把握住每一个机会 不会浪费任何一个球 他还说 不管面对任何球队 包括对着我们这样身高和实力差很多的队伍 他们也没有放松 这是很让人钦佩的 杨梦华对朱婷的印象有为深刻 他是世界级球员 他在场上显得非常从容自信 不管是一般球还是困难球 他都处理得很恰当 中国队最终 以三比零战胜中国台北队 新华社记者杜宇舍27岁的杨梦华非常喜欢排球 他说排球是他的全部 作为场上的自由人 防守和球球是天职 能跟朱婷这样的球员同场竞技 是很难得的机会 他说 赛前想过很多策略来防守朱婷的口球 但是我想的都太美妙了 球没有那么好接 虽然大笔分输给了中国女排 但杨梦华对此并不太在意 他觉得这个结果是意料之中的 而自己也从比赛中收获了很多 重要的不是输赢 而是要享受比赛 要向前看 他说 图片 新华社图片先发 学生版权归新华社所有位经许客不得转载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